两对双胞胎姐妹回到当年她们出生的医院 院长特地制证金笔 恭喜她们金榜提名 第一对双胞胎来自云林的高家姐妹 姐姐国小时候知道自己是个试管婴儿 开始对生殖医学产生兴趣 今年高分考上台大医学系 将来也想从事生殖医学的研究 但我从国中的话 因为我国中生物科有上到试管婴儿 然后我就开始对生物啊 里面的这些学科感到比较有适趣 妹妹受妈妈的影响 从小想当老师 也如愿考上台北教育大学 另一对家住台中的姐妹 同样也是试管婴儿 姐姐跟随爸爸的脚步 也想当老师 顺利考上台中教育大学 妹妹则是考上中山医学系 她们感谢有试管婴儿这一项生殖技术 让她们来到这个世界 那我自己就是也会觉得说 自己可能是用另外一种 比较特殊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 但是还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院长表示台湾的生殖医学成就 在国际有目共睹 近年来的统计 证明很多试管婴儿都很优秀 我们有个基金类 在统计试管婴儿生下小孩子的一个表现 都在比这个同年龄稍微比较优质一点 表示这个技术 不但可以生下健康的小孩 同时有比较优质的小孩 两对双胞胎姐妹的爸爸妈妈 也特地来感谢李医师 看到孩子们考上理想的学校 当年做试管婴儿的辛苦历程 都化成了喜悦 民事新闻里坤喜梁志祥 台中报导 李医师这边 那李医师当时也